电脑断层轴壮切面上可以看到大片云雾状 正面的S光 新冠肺炎重症后一个半月的肺部 纤维化非常严重 更多病例佐证后遗症接踵而来 还在住院中需要用氧气 而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氧气 它持续的必须用浓度比较高的40%的氧气 它已经这个肺炎已经治愈 已经比较好了 已经到两个月了 其实已经蛮久了 一些低收入的人民众 所以他自己对这个药价 当然他是比较不敢去买 胸腔科或者胸腔医学方面的学会 都可以向健保署这边来提案 一位60岁的急诊室清洁妇 在6月8号阳明医院院内感染 新冠肺炎重症 导致现在必须依赖氧气维生 而且根本无力负担医药费 有研究针对1700名从新冠肺炎痊愈者 轻度会造成持续6个月的后遗症 中度会造成84.15%的肺纤维化 重度更是达到100% 目前针对肺纤维化药物 一周药费5000到1万 三个月为一个疗程 必须花费5到10万 而且健保不给付 对病患在经济上是一大负担 但如果掌握用药的黄金期间 就可以将肺纤维化比例降到最低 早在3、5天或者是第7天 这个纤维化就已经正在行程当中了 那行程一直持续到3个月6个月 都可能在行程中 那我们如果一直拖到月后面吃 那其实效果就会越差 换句话说当出现了肝壳 肺功能持续恶化 甚至呼吸衰竭 再用药治愈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疫苗接种是防堵新冠肺炎 如果不幸染疫 滚动是调整用药 因为后遗症可是一场长期抗战 三连新闻李正道无心话台北报道